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他說 兩組規格一樣的錐形品 在室溫下將瓶內裝滿水 並各呼籲單孔橡皮塞 及足夠長度不同口徑的玻璃管A跟B 然後A他的半徑 這個玻璃管的那個半徑比例的大 而且一開始的話 在玻璃管裡面 他液體的高度是一樣的 好 那現在他說 金江兩錐形品同時放入10度C的冷水中 也就是說他把溫度下降 本來在室溫的話 室溫大概是25度C 那你把它放到那個10度C的冷水裡面 這個時候的話 他液體他會收縮 收縮的話他水會下降 那收縮量是一樣的 收縮量是一樣的話 但是呢 他這個什麼呢 你收縮同樣的量 所以他減少的 在這裡減少的那個體積 跟在這裡減少體積要一樣 減少體積 ΔV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這個π π的話 就是那個圓周率3.1416 π這個R平方 πR平方 那次乘以那個ΔH 那這個收縮的體積是一樣的 那現在的話就看什麼呢 這個ΔH 就是下降的高度 下降高度跟什麼呢 跟R平方 是乘環比 你那R越大的話 他下降量越小 也就是他下降量最 比較多 下降量比較多 所以的話 他看起來這個高度 就會比他高 也就是這個A的高度會大 也就是B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B啦 A的高度會比B大 因為他下降的比較大 所以答案應該選B